欢迎收看金灵天下大陆的房地产风暴 是不是越演越烈呢 我们看到碧桂园公布的财报 在上半年他们破纪录的净亏损大约 就达到了台币2139亿 而且也警告说如果财务表现了 持续恶化的话 就会有债务违约的一个风险 其中39亿人民币的境内债是提请宽限期 在今晚上会表决截止 但是第一轮的表决其实是并没有获得通过的 而另外在台湾的部分 现在台积院公布了7月份的制造业景气灯号 受惠于科技产品的备货需求 现在有拉动加上厂商的信息也比较回稳了 得以挥别连四蓝的局面 现在是变成了黄蓝灯 制造业景气信号回升到11.13分 这也是2022年9月以来的新高 整个制造业已经开始回温了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淡江大学产经系教授蔡明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产经专家尤婷好 晚安 资深分析师林信富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瑶好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廷号 现在美国联准会最关注的通膨的指标 是不是持续在降温呢 包括美国第二季的核心PCE下修 那么就业市场现在也降温 等于就接下来 是不是坏消息等于好消息 要升息的几率不高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科技股的主要卖压 以及在8月份的回档 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 10年期公债殖利率的显著上弯 那为什么10年期公债殖利率 会显著上弯呢 因为在8月份时 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 表现都太亮丽了 不管是当时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还是针对第三季GDP的预测增长值 都有极高的门槛 那也由于极度亮丽的 经济数据的表现 导致市场预期 联总会的升息 可能不会就此停止 可能11月还会采取高强度的升息 那现在为什么市场的 这种紧张形势 突然之间就舒缓了呢 第一 非农的预测值 美国统计局已经承认 过去有严重的误判情势 非农可能不如过去几个月 数据当中表现中来的亮丽 9月市场没有那么好 对 那第二点 就是本周所公布的PCE数据 老实说比市场预期 还要来得低 也就是说 如果通膨没这么高的话 联总会其实就没有必要 采取更高强度的升息态势了 这种状态底下 就让市场原本认为 由于升息 由于利率提高 对于科技股的抑制 这个时候就稍微舒缓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从核心PCE来做观察 也就是把食品和能源 给扣除之后 原本的预期是3.8% 这一次仅仅只有3.7% 总PC也从2.6下滑到2.5 甚至我们看到到 实质GDP的部分 二季度的GDP的激增幅 有2.4% 也下滑了0.3% 来到2.1% 所以现在大家 比较关注的一定事情是 亚特兰达联总会 这一次把GDP Now 也就是三季度 美国的GDP模型 调到非常高的水位 是5.7% 今年一季度 二季度 美国GDP的激增幅 都在2%以上 如果三季度 还成长到5.7%的话 就说明一件事情 今年是100% 看不到衰退的 为什么 衰退的定义 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GDP 呈现负增长 但第二季GDP 不是意外下修到 只有2.1%吗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2.4 调低到2.1 那有没有可能 亚特兰达联总会 本身在GDP Now的模型 最新的公布值 也有可能下滑呢 但是就算误差 你给它调大一点 从5.7调到5% 甚至调到4%好了 它都是一二季度的 两倍起跳 所以换句话说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衰退 也就是说 市场在 这个月以前 本来大家的预估 都是由于 经济数据太好 对于升息力度强劲 所采取的科技股卖洋 大家是怕这个 那更早一点 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害怕的是衰退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衰退已经不会发生了 但是经济也不会好到 需要高强度升息 那美国股市恰恰好 就会进入到一个 等于是不会太差 也不会太好 不冷不乐的一个状态 事实上我们从过去的 飞龙就位数据也是 美国统计局已经预估了 我们看到红色区块 是最新的更新数据 跟前两次的修正值 比较起来 你会发现 不管是5月 4月 3月 2月 1月 全部都是下调的 也就是说 我过去一直说 劳动力市场极为紧俏 是本轮景气 不会衰退的主要原因 现在告诉你 原来前几个月统计错了 统计错 校正回归一下 没错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的失业率 和飞龙就位数据 它本身说统计的来源不同 一个是属于企业调查 一个是直接根据 当前的数据来进行统计 企业调查或者电房当中 都会有所误差 但是这个误差 指它会不会逐一改变 可能今年不衰退 如果劳动力市场 降温过快的话 会不会明年衰退就开始了 这个是大家比较 关心的一个方向 我个人认为 即便按目前的速度 调向非农的就业人数 它也不足以影响 明年上半年 会进入三队 明年上半年 应该还是不会 金融衰退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职位空缺数 虽然已经下滑到 882万个 前阵子都在900多万 美国现在的 整个工作岗位当中 有882万份工作 等着别人来做 但是失业人口数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因此而上升 现在的职位空缺数 跟2019年比较起来 还差了接近200万个 所以这个幅度 老实说 它足以说明 美国现在经济强 但是没有强到 要高强度升息 非农市场还是很紧俏 但是没有紧俏到 需要进行高强度的升息 来抑制当前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紧缩 已经不像过去几个月了 换句话说 现在整个美国经济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 是刚刚好 不温不火 最适合的时机了 不温不火 但为什么感觉消费力 好像在下降 然后再请教停号 我们知道消费者 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动力 在先前大家都觉得 消费力道还是很强劲 但现在为什么感觉 上市已经开始降温了 不只是很多人卡债还不出来 甚至有的买不到东西 直接用抢的 OK 也不能说 所有美国人都这样 只是说它是一个局部的事件 但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衰退 其实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已经完全度过的 叫做财报衰退 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 标普500指数的财报 在二季度 尤其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它的获利年增率 已经完全超越了去年水平 也就是说财报的衰退 你已经看到完全的低点了 公司赚钱 赚最差的那个季度 已经过了 可是财报衰退过了 不代表消费衰退同时度过 它会有一到两个季度的 递延效果 那正常来讲 财报衰退过之后 一到两个季度之后 消费衰退会跟着开始度过 那我们讲的消费衰退 讲的就是GDP式的衰退 为什么讲GDP式衰退呢 因为GDP有七成都来自于消费 只有三成是来自于财报 那现在就是看 这个消费的衰退幅度 会有多大 但是就算它大一点 也不一定会影响股市 为什么 因为股价应该是 优先反映公司的基本面 而不是反映实体的民间消费 我们现在只能确定说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软着陆 好 那我们看实体消费的层面 之所以最近很多 零售股的财报开出来 虽然二季度表现是不错 但都同时提到了 对于第三季和第四季 财测的担忧 第一个我们观察到的 像是Target百货 他特别提到的 是目前美国信用卡违约率 有显著攀升的一个迹象 不管是30日还是90日 因为现在美国的信用卡 循环利率大概是23%左右 非常高 也就是一旦违约 这真的很容易 从中产变成赤品 压力非常大 目前的违约率 已经超过2019年的高点了 所以这一次在7月份的数据 的确算是比较严重 比疫情前还要更严重 对 可是问题在于 零售商人家刷卡 买他的东西 那他违约跟零售商又没关 我钱早就 你刷的时候我就已经拿到了 是你跟银行仲介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零售商二季度的财报 是没有因为信用卡的 违约率受到影响 他真正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是很多信用卡的仲介商 提前向这些零售商 像Target百货 提前暗示了 我已经把部分的人的评级 给进行调降 或者把账户给冻结了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现在刷你卡的人 下个月就不会在你的店来刷了 为什么 他付不出来钱了 我是告诉你很多人 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第三季的实体的消费情况 第二点是我们观察到 最近小摩所进行的最新的统计 是美国的超额储蓄已经完全用尽 那我们都很清楚 超额储蓄是这一波美国通膨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呢 08年也货币宽松 2020年也货币宽松 为什么2020年以后造成了严峻的通膨 但是08年没有呢 因为08年所进行的海量货币宽松 大量的资金 它是都是融入到房地产 股市在市身上 它炒高的是风险资产 但是呢 由于这一次川普时期 他真的把支票给发了出去 他是直接进行财政支出 放到你的口袋 就是美国民间拥有的超额储蓄 当时在2021年中旬 直接来到2.1兆 也就是你有大量的现金 是真实要把它给花掉的 这导致本轮通膨的始作俑者 也是我们过去判断 为什么过去财报这么差了 过去一年景气已经这么差了 为什么美国还是看不到衰退 因为支票还在手上 但是小摩最新所统计的数据 在今年的6月份 已经来到负910亿 什么意思呢 已经花光了 但是花光它会完全进入到消费紧缩吗 不一定 它可能会先经历 一到两个季度的信用卡的使用量 为什么呢 就是我支票花光了 没有现金我就刷卡 对 但我的消费习惯 这两年已经提高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先透支未来 先刷卡 而刷卡的副作用 正在涌现当中 就是违约率会变高 这个是零售商对于下半年 比较担忧 尤其是针对这一次圣诞节 行情的一个看法 那另外一点 也是影响到实体零售商财报的 其实是我们看到 美国零元购的现象 我们讲说2014年 加州通过了相关 这个窃盗罪的法案之后 当时是规定 950美元以下 直接判取轻罪 为什么偷窃950美元以下的物品 是属于轻罪呢 当时目的也不是完全的左派抬头 完全真正的目的 是因为当时加州的监狱人太多了 如果你每个都抓进去 监狱会筛报 所以950元以下 你就直接保释就好了 大多数就罚款 对不对 就关一些偷比较多的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什么 因为14年这个法案就已经过了 然后有很多民主党左派 陆续都通过了相关的法案 但是你就会发现 越来越多人采取组织行为 就是每次都偷在940块左右 而且是集体的偷 而且一次一次偷不耐烦 为什么 因为你一偷过950块 那就算重罪了 那这种状态底下 导致我们可以观察到 美国零售商本身在窃盗的损失 大量的提升 大概在当时15年 就已经提升到450亿了 现在在整个2021年 就已经来到940亿 今年早就已经超过1000亿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一些盗窃行为 已经开始认列到 这些财报的影响 你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所观察到 美国的零售业 你看到很缺工 服务也都在缺工 那服务业缺工 你会觉得 那个零售业大好吗 那工资都要调涨吗 其实并不是的 美国的零售业 正在处于整个两难当中 第一 通通的转嫁 第一步已经转嫁出去了 你现在没办法再转嫁一次 第二点 是你的客户 很预估在三季度到四季度 可能不会来刷卡了 可能缴不出来 那第三点 从整个行情来做判断的话 基本上 它的钱早就已经花光了 那最后一点 就是现在的盗窃行为 所以很有可能在 左派州 也就是加州政府 可能在近期会有 新一波的一个讨论空间 就代表950美元法案 处于轻罪这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进行剔除 因为它已经对于 美国的零售商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做一个总结 基本上这些影响 它对于美国当前的股票 或者消费市场 的确有所伤害 可是我们要清楚 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波标普摘指数 涨到4500点 台北股市 从12000一路到130004 跟这些零售商有关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跟AI 都跟科技股有关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目前指数的上涨 它反映的是 AI是科技股行情 那零售股财报再差 可能对于 因为它全值不大 可能对于股市的伤害不大 但是我们反而要留意一下 说这些状况 它会不会进而影响到 金融部门的问题 毕竟信用卡违约率过高 鲍尔一定不乐见 那当鲍尔不乐见 它就变成了 那我是不是 这个时候升息 就可以稍微缓下来了 确保我的违约率 不要持续上升 好 刚提到话 但我们看到 虽然美国现在通膨 是有在趋缓的一个情况 不过目前零售业 窃到损失大幅增加 加上这个信用卡的违约率 以及超额储蓄 感觉上已经几乎都花光了 所以也影响到 美国的一个消费 不过我们说到 中国的经济 复苏不如预期 也让当地民众 现在不太敢花钱 出现了 呈演消费降级的情况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现在还说 美国企业经常抱怨说 中国大陆现在 似乎已经不太适合投资了 对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美气对于中国 投资中国的意愿 是大幅度的下滑 这个是雷蒙多 美国商务部长 直接跟记者讲 就他身边的友人 有很多美气的企业家 直接告诉他说 中国不可投资 他用的是 也就是说 我不想再去投资中国 那你不投资中国 原因是什么 是赚不到钱吗 赚不到钱可以思考 可以讨论 把时间拉长等等 降低成本 可是他们说不是 最主要原因是 他给我罚钱 巨额罚款 什么原因 没有理由 好 甚至直接突袭 你知道当你在办公的时候 突然一群人冲进来 突袭检查 把你电脑搬走 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你会觉得你的人身安全 是不是受到了威胁 可是真的出现这种 突袭式的搜索 我们违反了 任何哪一个条款 国家安全吗 还是间谍吗 所以现在又定了一个 条文模糊的反间谍法 而且反间谍法 基本上就是 我要扣你帽子 就很好扣了 我只要说 你违反间谍法 哪一条 我不管 因为你违反间谍法 电脑就暴走了 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美商在中国的经营来讲 当然他们被敢威胁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甚至我们看到 当然这个是说 我要不要在那个地方去经营 之外 这个是日经亚洲评论 他特别谈到东莞 一个礼盒生产商 其实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讲5到10月 本来就是拉货季 因为你要大量的储备 接下来不管我们所谓的 台湾的中秋节也好 或者是欧美的圣诞节 或中国自己的双十一 好 转正基本上进入第三 下半年一定是一连串送礼的季节 而且这一家生产商 还是迪士尼跟马莎百货 就他的重要客户 可是他说奇怪 今年订单突然之间 大幅度的一个减少 整个东莞因为外贸减少 GDP的增长只有1.5 我们过去所谓的东莞的后接 就是很多的台商 突然之间都消失了 突然之间都消失了 所以你看 现在世界工厂的招牌怎么样 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本来是经济潜力 最高的地方就东莞 过去我们讲到东莞去 经济潜力多高 到现在既然是经济最差 全广东 全广东经济最差的城市 而且这样的一个氛围 其实它扩散的还满明显 包括对日气的一个调查 就是说你的 你要你最重视的国家跟地区 就你在销售上你最重视的 日本其实大家也知道 日本企业过去 在中国的经营是蛮深的 但是他们现在回答说 中国就是回答说 中国是19.6 不到两成了 你说这个数字很高 可是少了6.3 这个少了6.3 疫情前比疫情前少了6.3 所以代表这个是大幅度的减少 反而美国是提升了 9.8排第二 然后第三分别是泰国 越南第五名是台湾 所以代表连日本企业过去 高度重视 中国这一个市场 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当然包含中国禁止 日本水产也是一个影响 禁止怎么办 日本政府说 没关系我们准备800亿日元 我们来支持这些 渔业的总业者 为什么 因为过去其实中国的 这个渔业产业很多都是把 比如说我举例三倍好了 把壳运到中国 然后加工然后再运到美国去 对不对 因为日本就没有这一块的设备 我现在就补助你 想办法来针对这些设备做补贴 未来这件事情 你要继续禁止进口 没关系 你就做吧 所以他就不用再送到中国大陆 去去壳加工 对 我来讲即便你恢复了 你不禁止了 我也不用再面对 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幅度 是大幅度的下滑 你看这一份资料 他统计外企4到6月 在中国投资建厂 就直接在中国投资 49亿美金 这个降幅是高达87% 跟去年同期相比 所以掉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不只说外企觉得不可投资 日本也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那我们就发现说 你有时候要别人对待你 那你要怎么对待自己 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个豆腐渣工程 就是说你希望我们投资你 那你自己都不搞好 你看这个豆腐渣工程 这个是在湖南楼底市 村民就说 这个是安置房 安置房扶贫安置房 这个是政府的工程 政府的 对吧 那怎么会搞得像豆腐渣工程 政府的工程竟然变成豆腐渣工程 而且我跟妳讲还没7月 走地板的时候 它就会有杂音 而且房子就会晃 原来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 而且我觉得更夸张就是说 整个政策上面 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合理的 还有这件事情 这个是东莞的一个学校 那我就是缺钱缺到什么 就跟小朋友要收午休的费用 午休费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趴着睡要200 然后午休店躺平360 如果你要到午休市有一个床位 680 所以如果我儿子 我跟你讲你给我站着睡好不好 你老爸没钱 你就站着就好 站着闭眼睛 你看这是不是很离谱 所以就代表学校是很缺钱 整体的公务机关 不管你说豆腐渣工程也好 或是跟家长收五岁的这种钱也好 你可以看到经济的根基因是不稳定的 好 那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路透就谈到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中国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别的方式 迅速的去发展产业上面突围 半导体在先前已经被卡脖子了 现在要发展AI 想办法突围 对 那你看路透特别报道 这个监管文件里面谈到 就是美国政府跟回答说 你这个A100 H100 你要运往某些客户地区 你要申请额外许可 中间出现了中东 可是之前是不可以A100 H100 是完全不能到中国去 然后A800或H800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现在到中东不可以 那现在突然A100 H100 在文件里面 他同时回答说 中东地方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中东大量的采购 那这个大量采购 美国担心说 因为中国跟中东之间的关系 相对来讲 是比较友好的 会不会透过 我们所谓的第三地采购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不能直接跟美国采购 我去中东采购 因为你没有限制中东 而且中东突然之间 最近采购的量大增 会不会有这种第三地 就我们讲三角贸易的概念 这个不行 所以实际上美国就是为了 打击中国发展AI的野心 禁止出口都知道 中东部分国家的话 其实是禁止中国 对 其实不是因为中东 其实还是中国 当然因为习近平去年 跟沙拉迪阿博签了这个协议 有没有 缔结数位经济战略伙伴 还有在AI先进运算量值 这个电脑里面合作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要跟中东去加入 全球的AI军备竞赛 美国也担心 所以开始限制 而且现在美国国防大学 这个教授就警告说 有没有可能解放军会利用 CHERGBT做网路的认知作战 因为你CHERGBT是一个 深层式的 如果说我今天你的 你这个深层语言过程当中 你的资料库各方面 我只要做很好的一个布局 有没有可能可以协助解放军 在规划任务或是选择 作战行动计划上面 透过这些数据跟情报的结合 然后来做这个模拟 反而过去本来没有经验的解放军 就变得有很好的资料佐证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依据的 因为过去中国不是说 AI所有的应用程式 都要通过审核吗 避免什么什么 危及国家安全 可是最新一批已经出来 文心一眼 就百度的已经过了 你也可以在网路上 APP可以下载 可以开始使用 所以表示它开始 大量的加速 要去推广什么 所谓的ChatGPT 这一个领域的一个发展 所以如果未来持续的 你看它已经将AI 列为十几个技术重点之一 虽然要获得许可 可是我们发现 它推展的速度变快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些厂商 来控制内容 来去跟美国竞争 这个也是目前美国 在担心的一个环节 好 刚刚呈现到我们看到 美国开始也是限制 挥达了AI晶片出口 到中东的部分国家 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最主要还是剑止中国 就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现在传出说 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在十月份要出访中国 而且在这一次 他其实出席的是 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高峰论坛 要请教蔡老师 一旦成行的话 这是普钦 他被国际法庭 因为这个乌尔之间的这个战事 被通缉之后 首次的出访国外 所以他现在是中国要赶紧去 拉拢邮邮吗 我觉得如果从经济的观点来看 他们是没有道理可以合作 没有道理可以合作 不是说他们关系不好 是两个都缺钱的国家 不知道要合作什么 因为对中国来讲 他现在缺出口 他要去拜托俄罗斯 帮他多买一点吗 俄罗斯没钱 内需也不好 对俄罗斯来讲 他也希望多赚点钱 他要希望中国 都跟他买些东西 再怎么买还是就是买石油天然气 所以如果从经济层面 其实两个国家没有合作的必要 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合作的必要 但是从政治来讲的话 普钦他现在其实没什么朋友 所以难得有一个在世界上 还看起来有点力气的国家 要跟他站在一起 他当然就会想要靠过去 对中国来讲 他也不是没有算过 我觉得毕竟俄罗斯 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就是一个不好处理的国家 不好谈判的国家 对于民主国家来讲 中国如果跟俄罗斯保持友好的话 至少让这些美国或欧盟这些国家来看 他至少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也就是说我有能力帮你去跟普钦 谈些什么东西 我想除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合作的理由之外 坦白讲从经济上 我们是看不到合作理由 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目前这个债务陷阱 其实他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普钦去加入一带一路参加这个峰会 不知道是要证明他的陷阱 也跟着在扩大还是什么意义 但是从政治上的意义 我想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看到之前 因为俄罗斯受到美国 SWIFT的制裁 有一些印象被踢出去 所以美中他们就开始去 想办法要合作一些人民币 那在人民币的这个互换机制之下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躲过这一场 被金融制裁的一个危机 还要看人民币 他未来的一个走向 中国先行想要借由这个金砖国家 似乎想要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去有点感觉上是要去美元花 把金砖五国变成金砖十一国 不过在最近其实看到人民币 还是持续在走扁非常的弱 对那个人民币走扁 其实我想我们对一个货币的需求 我们不要说先一开始就谈人民币 对一个国家货币的需求 不外乎就是说我这个出口商 我出口了以后 我赚了美元 赚了欧元 然后我要把它换成人民币 所以会对人民币就有需求 所以人民币就会有变得比较贵 就是我们所谓升值的压力 这是基于外贸的需求 第二个是我们基于投资的需求 就是外国人要到中国去投资 他就要把他手上的外币 不管我们是台商拿这个新台币 我们是美商拿这个美元 或欧商拿这个欧元 要到中国去 我全部都要换成人民币 当我要换成人民币的时候 人民币的需求也就跟着增加 所以这个是人民币 也有升值的这个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到中国去 我看好中国整体的市场 所以我要去那边做portfolio 就是所谓的财务性的操作 财务性的投资 所以我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增加 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增加 现在都不见了 我的出口再往下掉 我的投资像刚刚这个 陈彦分析师有提到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讲得非常直接 我就是对你这个国家就不信任 我的外商就不敢去投资 我本来想要去投资 我对你这个国家 政府的一个政策态度不够一致 所以我会怕 所以我就不敢进去投资 所以在外面的不敢进去 在里面的想要跑出来 这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 自然就往下掉 如果再考虑到像刚刚主持人 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碧桂园的风暴 这个房地产的风暴 中国为了要解决这个房地产的风暴 他已经放了多少的货币出来了 也就是说当一个商品 我们先不讲到货币 当一个商品的供给在增加 需求在下降的时候 这个商品的价格就怎样 往下掉 所以当人民币的供给在增加 人民币的需求在减少的时候 人民币一定往下跌 所以当人民币持续往下跌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谈到俄罗斯 跟中国之间签了货币的互换机制 俄罗斯如果拿到人民币 他会做什么事 他应该会想要 想办法把它换成美元 所以又会让人民币进一步往下掉 所以你从这几个因素来看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去畅税人民币 而是从你从经济效果 这几个供给跟需求的效果来看 人民币其实往下掉的一个趋势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 有可能因为现在已经很弱了 所以还有可能再持续走变 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 就是过去大家会认为说 不用担心中国有很大的外汇存底 所以它有足够多的美元 可以去维持人民币的货币的价值 可是不要忘了 中国的一个出口也一直持续在衰退 中国的资金也一直想要往 内部的外资也想要往外撤 所以他们对美元也想要把它撤走 所以未来中国可以去干预 这个货币市场的一个外汇存底也好 或者美元的部位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中国去干预人民币的筹码 如果越来越低的话 他要再向过去继续去维持人民币的 一个币值的稳定 他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重点是他付出这个代价以后 对中国会不会有好处 这个我们还要再持续去观察 但是至少就目前来讲 整个人民币从自然的趋势来看 他是持续往下的 那跟过去不一样地方在于说 过去是外国政府都还相信 中国是个还不错 还值得投资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这一次 美国商务部长去 就知道说大家其实对你的担忧 是非常深的 所以当外国的政府 外国的厂商 对你都有一样程度的担忧的时候 那这样的国家 要再去重建信心 如果他花的时间需要很长的话 这样的预期心理 就会使得人民币贬值 会越来越严重 当人民币这样继续贬下去的时候 他最严重的当然说 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进口成本也对大幅的增加 对全世界或甚至我们台湾 来影响会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来手上 持有人民币资产 就会大幅的减少 所谓持有人民币资产大幅减少 就是说我今天我如果有放了 1000块的人民币定存在银行里面 你都不要算利息 光人民币的贬值 就让你至少就损失 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了 所以我想我们在对于 未来中国的投资 不管是实体的投资 或者是财务的投资上面 真的是要特别小心 人民币贬值 对我们所产生的 这个损失的一个压力 蔡老师但我们看到 人民币持续走贬的一个趋势 恐怕还会持续 不过我们说到 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是不是报价的部分 开始要直稳了 韩国的记忆体大厢SK海力士 从年初以来 这个股价涨幅很惊人 大约有61%比三星 多出了将近两倍 那么主要是因为 他们搭上了这个AI的一个商机 要请教幸福哥 今年以来这个记忆体的一个部分 目前是不是已经真的有看到曙光了 现在是布局记忆体相关股票的一个好时机吗 今年以来其实在AI这个题材方面 记忆体算是有受惠 但是之前股价一直比较没有明显表现 这一次搭载的这个所谓HBM的一个晶片 之前是有这个韩国的海力士独家供应的 所以他算是今年以来表现相对好的 涨了六成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三星的部分也要积极的切入 所以三星它虽然今年的股价 相对表现不是那么好 不过现在也要切入这个 所谓HBM的一个晶片 那也当然比美光好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之前记忆体也是属于产能过剩 要调库存的一个产业 那不过在最近我们发现 我们以这个全球这个SSD模组龙头 对金士顿来看的话 从8月份以来 已经开始有陆续上涨了 有涨了4到11% 看是哪一种规格 有的涨得多有的涨得少 已经有开始涨价 那记忆体产业是这样 它也是一个跟面板有点类似 是电子产业里面一个非常高度 具有景气循环特色的一个产业 那过去我们参照 几次的一个景气循环的趋势 我们发现记忆体通常 它在开始减产2到3剂之后 会看到产业的谷底 这边灰色的区块 都是景气的谷底 景气的谷底 景气的谷底 那这一次记忆体产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做 产能的一个缩减 其实是去年第四季 就是大家记得吗 去年台股跌到最深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时候 整个库存的一个修正 全球景气的一个下滑 甚至那个时候 联准会还在快速的升起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 终于大家有点动不掉 这个景气看起来很可怕 不知道要跌到什么时候 所以大厂都开始减产了 大家去想 我们就以去年第四季 当做基准点好了 我们说修正2到3季 好像差不多就是今年 这个第三季修正 三个季度差不多 所以现在有预估 这个价格会开始慢慢回温 就刚刚我们这个图看到的 有些虽然不是全面上涨 但是已经有部分的品项 它的价格已经开始回升了 而且在AI伺服器这个部分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目前AI伺服器 跟传统伺服器来比的话 DRAM大概会增加8倍的需求量 然后这边是所谓的NAD 会增加3倍 所以其实它也是属于AI的一个受惠股 这个其实是可以肯定的 只是说前一段时间 因为它库存调整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股价特别是台湾的一些 机体的股价是比较没有跟上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讨说 如果真的是有发生 这个价格在第三季回稳 甚至第四季有开始出现上涨的情况 那什么公司会受惠 对 要怎么挑选 对 我们这边给答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尽量去挑 手上有比较高库存的公司 高库存 对 高库存 因为库存这个东西 如果说景气下滑 当你手上握有一堆库存 你就很吃亏 因为要做 所谓的库存减损的一个认例 可是反过来说 当景气翻转的时候 你手上越多的货 越多库存越好 对 就比如说 当现在黄金价格在涨 你手上有很多的 不管是黄金的现货 还是买了黄金存折 那个价值就会水涨船高 意思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是用 他手上的库存 去跟他的股本来去做比喻 因为每一家公司的规模 是有大有小 如果说你单纯只看 库存的金额的话 可能会比较失真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把股本也拉进来 一起做考量的话 你就可以比出一个 到底手上这些库存 对谁未来的获利的增长 是比较有利的 比如说这样算下来的话 第一名居然是群联 你看他的股本 大概是接近20亿 百万千万亿 十亿 可是他手上的库存 是高达200亿左右 这个就影响非常大了 所以你这样一出下来的话 他的存货股本比 大概就是10倍 10倍 第二名是这个 记忆体的模组厂商叫十全 大概有6倍 然后微钢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只看绝对数字 你看虽然十全他的库存 比较低 比微钢低 但是因为他股本也小 所以他比较下来之后 他的存货股本比 反而是比微钢要来得高 对 所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方法会 比你只看单纯的存货的数据 或库存的数据还要来得更客观一点 另外还有这个金豪科 这个大概也有2倍 2.7倍 另外还有比较中小型 像什么典序 玉创 翔硕 仪鼎 这个大概都有一倍以上 如果一倍以下的 我就把它没有列在这张表上 因为这边已经 大概已经7 8党快10党 所以如果接下来 我们看到所谓记忆体产业的复苏 要怎么样去挑这些个股 当然持续追踪 它报价的变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去挑选 里面它本身在 我们是用第二季的财报 这个我忘了改不好意思 这是2Q的或不是1Q的 第二季的 2023年 今年第二季 对 今年第二季 所以它其实是最新的数据 那我们以第二季的财报来看的话 谁手上也有比较多的库存 所以最近这两天 当然一些涨多的AI股 震荡非常的大 反而资金开始去轮动到什么 轮动到前一段时间 可能位阶相对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在记忆体这个区块 也是有AI受惠 但是接下来如果说大盘确实在稳住 而且下半年第四季 整个AI开始大量出货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这些相关的概念股 我觉得观众朋友如果说 这个今年都没有做到广达 没有做到技嘉 没有做到伪状的话 记忆体的部分 对对 现在位阶相对比较低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去思考 说价格上来之后 是不是这些产业 这些里面的个股也有机会受惠 在台湾很多人都会买ETF 截至8月25号台股ETF的受益人 其实已经突破了500万 光是在今年就增加了将近100万人 不过高股息的ETF 它常常会去动用凭准金 来稳定它的配息率 为什么这个是有出现一些 什么乱象吗 陈妍为什么金管会 现在要出手来管了 因为金管会这个讯息一出来 这个新闻其实大家真的是高度关注 因为凭准金不就是最近 所有的高股息特别在强调 你能够稳定配息的一个机制吗 突然金管会不但没有鼓励 反而严管 那是不是凭准金 背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当然会担心 但是我们先特别理解一下 新闻的内容 金管会是说要求新发行的ETF 如果没有完整揭露 你的凭准金政策不得开幕 简单来讲 所以不是不能用 对 就说你可以用 但是你怎么用 用的如何 什么时机 什么机制 你要讲清楚 因为现在太多了 8780056现在有9档 这都纳入了凭准金 以前没有的 现在有 好 当然我们要理解一下 什么叫凭准金机制 因为凭准金你可以讲 就是让收益公平分配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 我的配息怎么来 就是我买的 我投资的ETF 然后他持有的股票 然后收到的股利 来发给所有的受益人 对不对 可是突然之间 我拿到了这个配息以后 还没发出去之前 我的基金共门就突然攀升了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 受益人数突然大幅度增加 可是我领到的股息 并没有随着受益人数增加而增加 那是不是配息就会被稀释 简单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我为了确保你后面进来的人 不会稀释到前面的人手上拿的 这个配息 那怎么办 所以就加入了凭准金机制 当然这个机制其实逻辑很简单 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上面的调配来讲 它就是会计科目上面 你的资金的一个移动 所以如果没有凭准金机制 100亿的规模可以拿到5亿的配息 他拿到5亿配息 突然之间暴增到500亿 就是受益人数投资的金额变多 那我能够拿到的这个息 是不是从5%变1% 这个就是息事没有凭准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凭准金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如果有凭准金 当然我本来是100亿 然后我可以拿到息是5亿 我要分给我的受益人 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 突然大幅度涌入 很多人想要投资这个ETF 后面增加了400亿 我要不要配息给他 要 同样也是5% 所以我必须从5亿 凑到25亿 可是多的20亿怎么来 因为我并没有再拿到这些股息 所以我必须透过凭准金机制 也就是在一开始大家投入的 多投入的400亿当中 我挪20亿出来 当作配息的这个池子里面的资金 来使用 那就不叫配息了 那等于自己的钱 没错 这个就要左手换到右手 但大家一起手牵手 心里面都很舒坦 你有没有 有 我也有 你有没有 我也有 所以就有投资人 当然就跟金管会投诉说 这个不对 那不是真正的息 那金管会当然也是希望说 这个机制不是不好 但是你要跟投资人讲清楚 我有凭准金机制 什么叫凭准金机制 就好像过去基金都告诉你 稳定配息 结果配息来自于本金 以前没有说明 后来金管会要求以后 不是都有加注了吗 甚至他有多少是来自于本金 他也会说明 大家都知道 那你愿不愿意继续 所以金管会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凭准金机制 你这次的配息里面 有没有占比多少 你要让投资人知道 你要清楚的公告 当然凭准金的机制 确实可以让高股息的ETF的受益人 他可以稳定拿到息 当然有稳定心情的效果 你看这个是00878 他在7月2021年 7月纳入收益凭准金机制 时间点在这里下半年 对不对 那之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的息比较不稳定 之前的配取率不太好 0.33 0.86 对 这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一开始 就像我刚才讲 我一开始成长的时候 我拿到的股力这么多 可是只有这么多 可是你一堆人进来分 所以就分少了 对不对 可是随着我不断的成长规模 后进者他纳入了 凭准金机制以后 我们就发现 配钱稳定 稳定 而且像这一次他也有公告说 这次没有用到凭准金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所有人投入的这些资金 都有买到股票 这些股票都有拿到息 我就不用运用 动用到凭准金机制 所以就金管会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要讲清楚 你要说清楚 那当然未来 有凭准金机制的配息型的ETF 我们认为在配息上还是比较稳定 还是比较稳定 所以像0056 878 713 915 919 跟929 最近很夯的919跟929 那当然他们有各自挑选股票的原则 跟配息的机制 不过如果有收益凭准金 自然而然能够让配息比较稳定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相关的投信 有没有公告清楚 他怎么使用凭准金 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细节 人民币在近期 是不断在贬值 而中国人豪在监工部 为了提升金融机构的 外汇资金运用能力 从9月15号开始 他们会下调金融机构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 有6%下调到4% 那目的就是要减缓人民币的一个贬势 而另外巴拿马运河 因为干旱的问题 现在已经塞船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船商如果想要省去排队的痛苦 可以替每艘船支付高达24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7000多万的金额 就可以快速来通关 那么管理局也说 如果汉象未解的话 那么相关的措施 恐怕是会维持一年的时间 这对航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好 我们先请教威良 现在法国新业银行最新的报告说 受到了利率快速上升的影响 现在美国垃圾债的违约率 是持续在攀升的 那么现在融资成本 如果持续的增加的话 其实法国新业银行 他们也警告说 会让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企业科 会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 所谓的垃圾债指的就是说 这些公司的信用平等 本来就不是属于投资等级的 代表就是说 它隐含的违约风险是比较高的 如果景气是属于太平盛市 那没什么问题 反而垃圾债因为它的直立比较高 更吸引人 可是当景气如果是在谷底 或是甚至探底的时间 会拉得很长的时候 那其实就比的是 企业的气够不够长 那如果你没办法 有足够的现金流量 来偿还这些利息 或者本金的话 那其实就会形成违约 那就7月份的数据来看 违约率已经是达到4.2% 而且是创下2021年 两年多以来新高了 那这个现象可能后面 还会再更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随着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那你越后面才发行债券的企业 它的所谓票面利率 一定是越来越高 那不断的跌高之下 代表后面的筹资成本 是更为沉重的 所以这个数据要紧盯下去 那另外我们观察 在罗素2000指数 8月份是跌了5% 那今年的涨幅是8% 那给大家去做一个比较 那因为我们知道罗素2000 它是针对在美国Russell 3000里面 市值最小的2000家公司 所以一般来说 它代表就是 美股当中的小型类股的走势 那去年是跌了21.5% 跌幅也很重 进入到所谓熊市标准 那今年好像也跟着 大家有一点反弹 你看它涨了8% 可是不要忘记 S&P500是涨幅超过两成的 那这个像高科技为主 纳斯阿克或废办 根本不用说了 三成到四成的涨幅 所以这其实凸显出 其实今年美国股市 真的是一个市场 却两个世界 大型股尤其是科技股 像我们提到 像辉达 特斯拉 苹果 微软 这些所谓的科技七大龙头 他们平均的涨幅 是几乎是翻倍的 可是如果以 小型企业来讲的话 那有代表性的Russell 2000 其实今年的弹幅 真的是很少 完全都还没有收复到 去年下跌的一半 那反映出就是什么 因为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那其实现在银行 对于中小企业的放款意愿 也越来越低 小型企业在这个时候时局艰难 越需要资金活水 养活企业 养活员工 养活股东 可是银行却是雨天收散 告诉他说 这个不行了 这个这一次的贷款到期之后 没办法再延长 没办法融通了 所以面临于这个利率环境 其实很多小型企业有点载幅采成 那业绩受到影响 当然股价也就被压抑了 那另外再根据标普五百的 这个数据来看 今年到目前为止 有四百零二家公司破产 那近年来 最严重一次 大概就是发生在疫情 刚爆发那一年 二零二零年 当年是有四百零七家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 已经直逼疫情的状况 那对照 其实现在的股价指数未接 如果你去跟二零二零年比 那没办法比 这个早就已经大涨倍数了 可是破产的公司 也就是说基本面的动能 却出现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跟上来 那尤其就是凸显在 整个美国市场 其实非常纷乱 强的强 可是弱的 这些也不能被忽略 所谓的少 这个弱数 弱势的个股 而且他们还不是少数 那另外 根据最近的一些就业数据来看 那美国八月份裁员的人数 达到七点五万人 那跟七月相比 月增率是高达了两百一十七% 从生活也可以来看景气 那比方说到美国去 以前我亲戚就很喜欢带我去 这个所谓的一元折扣商店 大家乐趣看看 那其实很有趣 因为你就是有那种寻宝的乐趣 但是大家知道 他的业绩竟然在今年 是严重不如预期 而且最近才刚下修全年度的营收 跟获利的展望 那所以导致股价是大跌的 那其实反映他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来客数减少了 第二个他不得不去卖更多 几乎没有什么利润 毛利很低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大家知道其实经营一个大卖场 虽然我不是老板 不过这个看过很多书有介绍 大卖场的经营管理策略就是 其实他要用一些低价 然后几乎没有利润的商品 吸引人上门来 我们讲所谓这个刷楼回 对 就是放在门口 吸引你进来 那进来之后 你会买其他的东西 他就这样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其他高毛利的东西放在里面 那以他的一个经营来讲的话 其实原本就是透过一些 所谓很便宜的特价品吸引你 但是你最后越买越多之后 他也是能赚到钱 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卖 更多便宜的必需品 那简单来讲就是反映出 大家现在对于支出上面 真的是会考量再三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很特别是所谓的 从赌场收入来看景气 赌场收入可以观察出来 对 这个其实最近有一位 著名的放空的操盘者 他所提到的 因为其实在2000年 或者说在这个08年金融海啸之前 这个赌场收入 跟股价指数 跟经济都是高度正相关 不难理解 今天我们如果 在股市里面赚大钱的时候 那你就会想要吃香喝 然后因为这些钱 你会更敢花 然后就干脆在股市赌一把 还不够过瘾 到赌场再赌第二把 所以到赌场里面 大家其实就灯红酒绿 奢华弥漫 但是其实他发现说 这个赌场收入 连同今年在内 过去的三年 一年比一年高 那今年应该会大幅度的成长 创历史新高 可是这隐含者有可能盛极而衰 所以赌场收入如果越高的话 就代表接下来景气 很有可能会反转 对 如果是温和成长 那代表大家可能口袋有钱了 愿意承受风险 甚至把小赌移情 把到赌场去 当成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或者说生活压力的释放 可是如果说这个收入 跳针太快 冲到那个高峰值 而且你跟过往历史比 它已经到到峰顶的时候 那小新也可能意味着 或许这个股市 现在也是在相对高点 那当然未来的景气或股市 可能就要小心 会不会有一些修正或下滑的疑虑 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档投资在 博弈类股的ETF 顾名思义它就投资在一些 全世界著名的赌场 博弈相关的股票 大家看它原本股价也是大涨的 那代表就是影韩 整个景气 或者说股市的表现不错 大家口袋有钱了 业绩好 可是最近却一口气 往下 急跌直接回撤这一条 是所谓的年限了 那代表就是说 这个隐含也就是说 未来的赌场收入 是不是会从高峰 的确开始出现转折衰退 这个当然也是另外一种 另类的观察 好 不过要再请教 我们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股市的上扬 其实AI就是功不可没 不过我们说到AI 回答他们之前才自爆说 他们的这个H100跟A100晶片 现在开始要被禁止销往中东部分的国家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商务部是出来否认 现在怎么变成是罗生门了 对 这可以说在24小时之内 这个消息出现了大翻转 那当然美国商务部也算是 立刻止血告诉大家 并没有阻止企业向中东销售AI晶片 那其实这个事件的源头从哪儿来的 其实就是回答自己算是爆料 自己公告 自己公告就是说 其实他有收到文件 然后美国政府通知 或者说提醒这个A100 H100 这个AI晶片不能卖到中东的一些国家 那具体是哪些国家是没有提 那我想这两个说法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来看 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 当然美国是非常担心 这个中东下这么大的AI订单 究竟是不是背后有隐藏的买家 也就是来自于中国 透过中东来出手购买 等于是中国希望绕道而行 取得晶片 那这个其实当然就是会让美国 盲刺在背 所以你说他想不想要禁止限制 销售晶片给中东 然后避免流落 最后到了中国的手上 我觉得这绝对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在现阶段 不会傻到自己敲锣打鼓 发一个正式公告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东 告诉中国说 我们要禁止销售晶片给中东了 因为这个市场商机很大 然后中东事实上这么有钱 他自己本身也真的是要发展AI 我们姑且不论说 他是不是真的是转一手 要卖给中国 毕竟之前Sawudiavo也公告了 2030年前 他编列了130亿美元预算 要打造AI资料中心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缺AI晶片 那我觉得美国也想做这个生意 那只是在于 必须要台面下低调一点 所以找了回答 没想到说回答 你怎么嘴巴那么大 你直接都把他讲出来 你怎么公告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 其实事实上 就像当初的中美贸易战 第一道禁令出来是最吓人的 可是后面会开始 所谓的开后门 也就会有一些豁免条款 用专案申请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说只要中东 这方面的客户 你能够提出证明 真的是中东使用 不是要把这个晶片 买到大陆 对提供给中国的百度 腾讯等等 那没有问题 那这个商技还是存在 那AI股会不会被影响 所以我看 其实挥达本身股价 这两天也没有什么跌 对 不过倒是筹码方面 这个股价涨多 有时候就怕内部人绕跑 那不是只有台湾股市会这样 在美国股市也是 那其实挥达第二大的个人股东 那最近就是有公告出来 他有卖了股票 大概套现了两千五百万美元 但其实人家身价非常非常高 持股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他所卖出来的部分 大概只有 算是在整个挥达的股权当中 只有那么一点芝麻率都大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那整个挥达 我觉得目前股价多方趋势没有改变 那台股的AI概念股部分 虽然说最近也是在调整 但是我觉得中长期看好了这个大方向 似乎也没有走到尽头 好 刚会亮代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是否认了 说他们有禁止挥达 把晶片消往中东部分的国家 不过从这件事也看得出来 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他们也很积极在发展AI 不过我们说到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 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担忧 英国研究机构最新的报告说 预估到2024年底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都会在5%以下而已 要请教纸捐 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 他们现在已经很有可能会出现 结构性硬着陆的情况 因为过去我们好像似乎太习惯 中国每次会出现那种双位数的 GDP的成长 但现在可以看起来基本上都是 不要说双位数了 你可能要连保个百分之五 都有一点问题了 当然它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讨论过 非常多次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他们认为说 硬着陆 美国现在软着陆 他们认为说中国基本上 就是一个硬着陆的状况 如果我们把最新公布出来的 经济数字直接摊开 因为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 当然要看它的经济数据 最新8月份 这个是官方的制造业财购经营人 指数是49.7% 感觉有上升 但是还是连续6个月都在融库线以下 已经连续6个月了 当然他们除了相关 还有非制造业 8月份的非制造业的话 一样也是51.5% 从原本这个51.5%是7月份 又再往下降 现在到了51% 也都还是在往下降的感觉 现在其实有碰到的一个 实际的状况是 像台湾我们会有劳保 但是以他们现在中国的状况 现在有3800万人自愿中断了 不缴了 这个他们的养老保险 对 然后还有4300万人是直接退出 那这件事情最近开始拿出来被讨论 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观点 他们就说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 的确中国现在经济下情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你的薪水拿到都已经偏低了 那我就更不想要再去 多去缴未来 否我养老要用的这些保险金 所以他们就干脆选择不缴 当然也有一部分的解释 他们是说 现在有人他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钱与其放在那里 要等我老了之后 要从政府那边领回来 他们有点点不担 不安心 觉得有可能会领不到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钱还是拿在自己手里 所以保险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反映 也是反映出了两个 那这一篇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纽约时报 它特别写出了 现在目前在中国经济泥闹之下的 这是中小企业主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故事 这一篇报道的一个主角 孙女士 她曾经在整个中国地区 她开了一个所谓 什么曼尼咖啡 有二三十间的 这个连锁的咖啡厅 她说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 国营的银行不贷款给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之前几年前 那个马影金服的贷款 不是跑起来了吗 因为马影金服跑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官方又告诉这些国营 说不行 你们要去多多贷款 给这些中小企业 所以她说原本国营 不借钱给我 后来因为马影金服起来 她说国营每天追着我后面跑 拜托我借钱 她说好我就借了 我借了130万美元 她就借 然后她说她把她的 连锁咖啡厅 还去建了中央工厂 什么等等的 好 结果呢 她说政府 2018年突然说断就断 因为她说 官方政策突然一道命令 一道命令下来 她说我们要去检讨 这个中小企业放贷的质量为何 然后因为官方的一道命令下来 然后突然她的 借的那些钱的银行 通通就突然断贷了 所以她说这就是他们 现在中国的企业主 中小企业主 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官方政策 招令戏改 是 它会让他们下面的人 很难做事 对于一个中小企业来说 你如果借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你突然不给我 就不给我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那以她的状况来说 她后来 除了这个断贷的问题之后 后来因为碰到疫情 然后开咖啡厅的 碰到疫情整个封城 那当然是 是 完全不用 所以她后来电倒了 但问题是她倒了之后 她的名字就被列在了 他们所谓叫做黑名单当中 你知道黑名单当中会怎样吗 你不能够坐飞机 你不能坐高铁 你不能再坐贷款 你不能订住宿 什么通通都不行 那她就说 那你根本政府就是断了 我重新起来 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感觉没机会了 她说我连要去个上海 我也不能搭高铁 我也不能搭飞机 那你现在到底要 我怎么能够继续站起来 她说这就是中国 现在中小企业主 所面临到的问题 好那我们讲完了 中国现在经济疲软 我们过去都说 谁会影响到很大 我们之前点名德国 点名韩国 那都是因为跟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很高的国家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 南韩的一个状况 因为中国是 它最大出口的市场 好这个他们自己 对于他们的 企业所做的一些调查 其中他们有 对302家的韩国企业 做调查 他们说其实超过一半 的企业都直接说了 他们今年的利润 是没有达到目标的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 这个企业 尤其是因为中国 现在经济景气低迷的关系 所以他说他们的利润 是没有达到目标的 好所以这样出来 你也是一样 最新公布的是 韩国的工业生产 是年减8% 但是重点 不是这个8% 重点是 它已经连续 10个月下滑 10个月下滑 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就是他已经超越 金融海啸时期的连跌记录 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 比金融海啸时期 感觉好像还要更加的严重 对 好 那同样的 这个是国内生产毛额的部分 也是一样大幅的缩水 好那这边我们来讨论的是一个 他们的就业问题 他们有一个数字 是2023年的第一季 他们新增的就业人口 大概是45万人 但是来数字在这里 你知道60岁以上的就业者 是30.5万人 我刚刚说全部是45 所以绝大部分的是60岁的人 高龄者在就业 所以高龄者变成他们就业的主力 对 反而是高龄者在就业 然后其实30到39 40到49分别在下面 但是反而30岁以下的族群的就业的 新增的就业人口是低的 好那为什么韩国他们现在会出现这种 所谓高龄要就业的问题 其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是 好这个 以OECD的国家来说 他们韩国65岁以上的长者的就业率 高达34% 也就是说大概每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还在继续上班 65岁以上的长者 这个数字对比起来 你说OECD 比如说以北欧来说 65岁以上长者就业率大概是只有10% 台湾的高龄者其实就业率也不高 对 其实爸妈都很早就想要退休了 好那就是其一 那你会说 那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高龄者 他们自己想要就业 你也不能说他们想要就业就很可怜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数字是 也是OECD国家普遍来说 韩国65岁以上高龄的 贫穷率是43% 就是整个OECD当中三倍高 所以他们的贫穷率是高 就以老年人口贫穷率是高的 所以他们要来做这样的就业 所以也发生出什么特殊的 你的景象呢 在首尔有200多家的地铁快递公司 是专门让应征65岁以上的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坐地铁不用钱啊 对 因为高龄长辈搭地铁 也不用钱 所以他就让你拿这个不用钱的地铁票 然后去搭地铁去送货 就搭地铁去送货 所以进而 居然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样态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 然后还有他说最大的 还包含80岁以上的人 每天还在那边工作11个小时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还有包含他们就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老人的这个问题 他说其一是当时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 其二呢他们就说韩国人他们其实有养儿防老的那个概念 所以他们把他们年轻时候赚的所有的钱都用在栽培自己的小孩上 他其实没有为他自己的老年生活留太多的后路 他把他那年轻时候工作赚的钱都在栽培他的小孩 但问题来了 现在他的小孩长大却没有办法养他们 当然是他们自己就业率有些年轻人就业率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小孩子本身的问题 所以现在来看到的是韩国年轻人 他们说有将近53万的韩国年轻人是不善于交际的 长期把自己关在家里与世隔绝 长期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他们说这就叫做 还给他那个名词叫做孤立青年 有多少人呢 61万 61万相当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 你想像一个中等人 城市人口然后每天这样关在房间里 关在房间里 跟外界隔绝 对 所以这个也的的确确就是 他们现在韩国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能不能觉得我们从刚刚看了中国 然后看了韩国 年轻人 老人等等 瞬间突然觉得我们在台湾还蛮幸福的 是 刚刚子娟带我们看到 南韩现在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 包括他们很多这个高龄的长者呢 因为没有存到退休金 所以就算年纪很大呢 还是必须要很辛苦的在工作 包括他们的年轻人呢 现在失业率很高 那么很多呢 还是要靠爸妈的资助呢 才有办法过生活 我们说到呢 韩国的经济不好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了 中国大陆经济不好的一个拖累 说到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碧桂园的一个部分呢 碧桂园的境内债权的这个 境内债的这个表决 现在是出现了再延期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目前呢 穆迪就是把这个碧桂园呢 给降平了 他的性贫呢 现在是被这个穆迪给调降了 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 会从这个基准恒生指数当中呢 被剔除 所以要请教这个殷老师 现在整个债务风暴是持续在扩散吗 包括现在彭博也报道说呢 影子银行的危机 也是中国大陆他们另外一个挑战 因为在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呢 其实有高达超过50兆人民币 那么相当于是200兆台币以上呢 这个占比非常的高 占了他们GDP超过四成 我想啊 碧桂园的这件事情啊 代表就是整个大陆的房地产业子 面临了崩溃的危机 原因就是碧桂园号称啊 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家房地产 地产商 那他的负债大概有一点四兆人民币 那最近他出现了债务问题 那个只是降它的平等 不过一般来讲 大家都觉得可能要倒了 有倒闭的危机 而现在大家就是 根据统计的话 就是发现六月份 中国大陆的新污销售率 跌了28% 七月份又继续跌了33% 就是将近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整个房地产市场 大家也不买了 整个市场要垮掉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更多的这种问题存在 因为这个建商他们的负债率 一般来讲跟他资本的负债 在大陆大概都超过200% 也就是说他欠债欠太多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最常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你卖屋的时候 这个你要向银行借钱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都是公盈的 要贷款很难 所以这些建商真正想办法贷款的话 他多半都透过金融市场 找到影子银行 那影子银行就是他们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管道 那多半都是信托的部分 用信托的方式来取得这个资金 因为取得资金利率 他在市场上的取得的时候 他的这个银行利率 因为市场资金过剩 所以说他这个借钱的时候 他的利率只比一般的公盈行库 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他资金取得非常的容易 跟影子银行借钱 那这些影子银行 在中国大陆就开始变得蛮大了 那影子银行的问题就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在我们在台湾最常谈到的影子银行 就是地下钱庄 对 可是在大陆它的范围扩大到什么呢 只要是所有的理财投资 委托贷款 信托的业务 还有资产证券化等等 私募资金 网络的借贷像P2P 这些租润融资等等 都是他地下的 我们讲的影子银行的业务 所以他占的比重非常大 所以这个占的比重 根据他们的统计资料 大概2017年 这个影子银行的规模是160.4兆人民币 2017年 比这个数字看得大很多 那他为了要打击这种影子银行的存在 他叫做打击5兆驾驶的金融活动 5兆驾驶 所以打到2019年就剩下来84.8兆 也就是说一下子打掉了70多兆 对 那这个打掉的主要是什么P2P 我们看的 大家都看到的 那这个房地产市场 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进入困境 大家钱都像影子银行借的 那影子银行 火就烧到影子银行了 那影子银行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变成金融问题了 而且这个金融问题又是都在地下的 你要管理起来非常不容易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最近出状况 有个中融信托 那中融信托后面 它是中职集团 中职集团是第二大股东 它本身就是预期的兑付信托资金 就超过了1.5兆 那购买这个中融信托这些产品的这些上市公司 都是比较好的公司 有60多家 那这个中职集团本身 它下面有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那这个四大财富公司 债权超过了2300多亿 累积的资产总共有3.6兆 所以中职集团开始出问题了 整个这个我们讲的影子银行 又要垮了 这一垮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的 一个很难收拾的一个金融问题 所以如果是连环报的情况的话 这一报的话 他们担心就是会影响到世界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 罗姆罗 他里面的一个专家 他说中国大陆的新污的比重 在全世界的二分之一 以上 一半以上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 如果是开始出问题的话 新屋卖不掉的话 那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 跟整个世界的房地产市场 可能都会受到牵运 都会动荡不安 好 刚刚一老师 但我们看到是在中国 现在的碧桂园被目的给降平 整个房地产可以说连环报 那么现在呢 银行的危机恐怕又是 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 美国拜登政府 要提供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资助 跟贷款要协助车厂的 去改装他们的一个厂房 那么用来生产的就是电动车 那么另一方面 鸿海跟玉龙 这两大集团旗下的洪华先进 现在也要启动全球的扩产计划了 所以要请教这个封路 在电动车相关的个股 接下来可以留意吗 我觉得现在因为资金 在进行一个轮动 AI股大多数 都在休息拉回 还没有营收公告之前 大家都是在等待 等待的过程 你可以发现最近很多个股 它是轮流一直不断的 在进行向上的反弹 那这个新闻就可以拉动了 整体的电动车往上走 尤其是我们刚刚刚看到 这一百二十亿美元 它有分赠款 还有贷款 我给你二十亿 你可以来领这个钱 然后你再给你一百亿 给你贷款 那就是非常优惠了 对不对 然后他可以生产的 包括像插电式的电动车 混动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 混合动力汽车 没有错 还有氢燃料电池 所以他阔期的面就比较广 其实主要的关键就在于 拜登他就是要做环保 就是要绿能 所以现在的行动的装置 汽车部分里面 他就是用电动车 用混动用氢能源 只要不是过去的化石燃料 就可以了 好 那最近的新闻又看到了 鸿海跟玉龍 他们的旗下集团 裡面 鸿华先进 他有讲一款车 他预计就有两百五十亿的营收 我想这个应该会热卖 因为这个应该是在国内 百元附近 百万元附近 可以买到可能CP值最高的电动车 因为本来鸿海就是从电动 就是从这个电子起家的 组装起家的 再加上玉龍强强联手 我相信这台车应该会卖得不错 而且价格便宜 那我们再看 最近有没有好多人都快要在做充电桩 因为其实真的不够用 那充电的时间 其实最快也要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因为电动车越买越多 我就需要充电桩 没有错 连台糖都在做 台糖做代表什么 其实不是说他那个41支很厉害 还是他到2025年 要建106支很厉害 41支充电桩 其实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糖为什么也要做 你要想这叫政府全力在支持 连台糖都在做 那我政府要做 你看只是一个部门 让你看到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部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府 在做电动车的一个讯号 释放给你看而已 到时候他的充电枪 会骗齐全台市的现实 但大家在台糖 那个加油站也不多 对不对 但是充电中央也不多 可是重点就是政府要做 大家有这个概念 政府要做的 长线一定是大好 好 那我们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在AI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股票真的有涨起来 育龙才刚开法说 对不对 那你看卡法说钱 那已经先涨 这过去这一段 也没有好辛苦 这一段为什么 为什么钱都被AIC走了 之前AIC在场的时候 表现都很弱 很惨 所以他现在是先反弹 那反弹也站上基线 所以这是不是多头 是 那旗下不只是这个 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叫育电 这个育电车电 他也要扩展什么 国内的汽车跟电动车的充电市场 这个建置四千个 其实你看到好像数字 其实数字真的都不是特别大 要贡献营收有限 但是他要做的 要讲的还是整体全面都要做 那股价其实这边再往上走 其实还是要反映到 明年他的红华先进的这个电动车 可以卖的数量 我觉得这个是他往上走的原因 的一个主因 那市场上也对他比较熟悉 资金有移过来 那另外同集团还有中华车 对不对 中华车他除了 也有电动装相关的服务 因为我卖车 我在帮你装电动装 他就有电动装这个业务 他也是跟育龙集团 旗下的育电做配合 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最近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多的广告都在介绍 一档车子叫MG 其实他也是电动车 他也有燃烧车 那他算是一个 比较便宜的品牌 价格非常低 外形也漂亮 所以年轻人买得非常踊跃 所以他的七月营收 是呈現大幅度增長 让市長上觉得很惊艳 那你看他之前也是都没有亮 御隆掌王 大哥掌王換誰 換二哥掌 你看 今天也是一根掌停 攻上掌停 帶了一個亮 大量過激線 其實這是一個多頭額攻擊循環 應該會挑戰前波高點 這個是已經攻上來的 但我們講賣了那麼多車 那你還是基礎建設要建 今年我們再看到上半年 最強的電動車 就是充電裝 當時有講 飛鴻從四十塊一路攻到八十塊 翻倍 劍機也從四十多塊翻倍到一百塊 好 那一樣大家都遇到什麼問題 錢被AI吸走了 都吸走了 那他也就拉回來 但拉回來不只拉回來破季線 這嚴重了 破季線就準備要打底 但是大家都沒有發現的時候 他又開始往上了 他悄悄回到季線 而且從底部上來已經漲二十個percent 這就表示他已經是足底完成了 那他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有個很特色的一個大股東 是誰 台尼 台尼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參加 他的私募 當時價格在多少 大概在四十元附近 在四十元附近 那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只要有參加過私募的股票 他通常大股東在揮揮力挺 只股價都有翻倍的空間 那我們就說他現階段 又拉回到這位置 那已經慢慢躺上來 加上七月營收也變得非常好 下半年他有台南兩個廠 二廠跟三廠 全部都要什麼 擴產完成 那下半年很多的 這個送電裝的設備 就會大量的出貨 那配合到剛剛我們在看到 拜登 對不對 拜登在講 你們都要坐電動車 那加速建置充電裝 我覺得他也會受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激勵 那股價重新站回機線 大家可以留意 未來應該有機會挑戰高點 那最後有一檔比較特別 我們剛剛說 這個是大概三年前 這個台泥參加 對不對 參加他的私募 那建基 他的最大客戶是Volta Volta是什麼人 Volta這間公司 其實他在北美 他主要是做公共工程的充電裝 那他這一次 因為拜登說 要做50萬個充電站 50萬個充電站 要有多少充電裝 那他一定會飆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前一波 建機也是一波漲大 40多塊到翻倍 那這裡當然是因為營收 不如預期 所以跳下來 可是他已經打了一個 這麼大的底部 好 育龍已經過季線 中華車今天過季線 飛鴻在季線 他離季線 第一個有個小缺口 有個小的一個空間 再來這邊也有一個技術面的一個大缺口 會不會來補 我認為來補的機會非常高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充電裝的部分 他已經有50萬個 那最近他幹了一件事情什麼事 他私募獻征 結果大股東是誰 宏姬 宏姬其實在上個月才去參加了統證的私募 他賣了偽創 對 賣偽創去參加了統證 結果統證股價是不是翻了快要三成 真的營收有大爆增嗎 還沒有 但其實漸基的七元營收已經回溫了 是 已經跳針了 那我們說過下半年 都是充電裝的一個重點營收 再加上這一次 他募的這些資金 宏姬是在六十八元去募 那現在價格多少 今天收盤才七十三塊 那我們就我們剛剛所說的 上次參加統證漲了快三成 那現在那是不是又有空間 再加上營收要準備公佈 可以特別留意